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火之后的录像片段显示了被烧黑的墙面已经满是灰烬和碎片的地板 1784年发现的沃拉斯顿环形山陨石成为这场灾难中的幸存者这块巨石重大五吨 依然牢牢地位于奇迹座之上 而它下方的物体已经被大火烧成了碎片难以辨认 大火后的巴西国家博物馆辅胎图火场中 倾藏的陨石对于这场灾难所造成的损失仍在记录当中 不过一些文物已经受到了修复石运 研究员们对1.15万年历史的人类头骨路西亚路西亚 所留下的化石碎片进行了筛查 这是美洲大陆上已知的最早的人类化石之一 发现于1970年代12月 博物馆研究员们表示 他们已经从火灾留下的残骸中拯救了1500余件文物 据美联社报道 这些文物包括盆土弓箭 一只碧鲁花瓶 和一个前哥伦布时代的古墾研究人员 展示路西亚化石碎片 从火灾中抢救出的动物淘气 与此同时 巴西政府拨款1000万雷亚尔 约合260万美元 用于弓箭 我们只能期望能够在灰烬中找回我们的历史 博物馆的一位研究者 毛利利尔奥利维拉 毛利利尔奥利维拉 曾就路西亚头骨碎片 向纽约时报表示 这显然是个漫长的过程 而在研究人员们继续在瓦利中搜寻 统计伤亡人数的同时 由谷歌艺术与文化平台 Google Researcher 自2016年发起的博物馆电子导览已经推出 彻以计划邀请人们来到虚拟博物馆中漫步2016年 谷歌艺术与文化平台 和巴西国家博物馆合作 将其藏品数字化 这一合作的初衷是让世界上各个角落的人们都能看见 并了解家这些古代文物 而随着火灾的发生这一项目 显然拥有了更大的用途 从谷歌艺术文化平台上看到的博物馆 空间网络访客们能够进入博物馆 360度的参观其中的文物 其中包括原始面具 淘气以及色彩斑斓的蝴蝶雕本 由于这一计划运用了虚拟接警技术 因此能够产生亲眼所见的体验 仿佛你自己在展厅中穿过 走过一个个拱形的门洞 鼠身凝视玻璃后方的花瓶通过此外 这一项目还包括一些电子展览 如展示几千年前 巴西沿海文化所产生的贝壳 工具 武器等等 花瓶这只花瓶 由马拉丘阿拉摩尔卓文化的工匠制作 这些人生活在公元约400至140年间 巴西亚马逊和延岸平身上螺旋 流动的图案 让人联想到波浪和连一句说 这件文物曾经和许多前哥伦布时代的瓷器 同处伯物馆的同一间展厅 古埃及石棺这个由石膏和木头制成的石棺 可以追溯到古月前约750年 对于石棺主人的生平研究者们 在研究石棺上的象形文字时 苦苦思索了许久 基于这些文字 他们推测他是一名领袖 或是在庙宇中为阿蒙神仙歌的歌者 19世纪非洲国王的墓椅 这把19世纪的墓椅 具有精心雕刻的测验 它是约1770年至1780年 达合美共和国国王 在巴西国家博物馆 它曾与其他非洲艺术品共处一世事实上 谷歌的这一项目 已经不是第一次利用数字技术 来保护国务馆的收藏 在大火发生后 李约热内卢联邦大学的学生们 呼吁人们提供在博物馆中拍摄的照片和视频 并收到了成千上万的回复类似的 维基百科请求曾到访博物馆的游客 将照片上传到维基共享资源平台上 游客上传到维基共享资源平台上的照片游客 上传到维基共享资源平台上的照片游客上传到维基共享资源平台上的照片技术进步 比如高清摄影 摄影测量法 三维激光扫描 以及虚拟现实和增强现实 不只带来了新的艺术形式 也帮助我们守护珍贵的世界遗产 谷歌艺术与文化平台的项目经理 钱斯科夫努尔· Sharnsko seiner 在一篇博文中写道 即使图像无法取代失去的东西 但技术至少提供了一种途径 让我们去记忆,很能参与此。